还剩5秒 几乎一度是觉得已经崩了状态下 被破了两路的状态下 还是扛了很久 并且是一度是感觉是有要翻回来的这个迹象 所以最后还是被这边老干尼按住 最后还是按住了 那么最后不得不说 有一次在这个下路内波冲高地的内波团战 不得不说这个塞拉的这双飞鞋出的飞团给力 他是这个 他是这个2400魔刀锋出到一半 有钱更新大剑 但他没有更新 他选择出了一个飞鞋 然后结果在那之后的那波团战 他们的这个发生的情景是 杜姆依旧是跳大这个小飞机 然后小飞机被陈传送回家 差不多十几秒钟过后 然后小飞机把这个杜姆的大等过以后 马上飞回主战场 然后完成了这个收割 那真的是有想法 关键时候对这个大局的理解特别特别的重要 现在老干爹是来到了叶音方 Navi天会方 前两手直接是拿到了龙骑加限制 我们看到这个推进这个概念在现在的比赛当中越来越重要 Navi特化现在直接把两个这么强的推进英雄放给老干爹 而己方拿到的是这个死灵龙加 爱人支撑机我怎么感觉弄反了 这两个人的队伍的BP一下子换过来了 半人端小精灵小狗子加上黑弦 炼金依旧被摁住 蝙蝠也是被摁住 看一下Navi的第三手 Navi酱油端的全 怎么说 那么这个比赛真的是一下子让人把精神都抖擞起来 之前没有想到会打成这样子 第三盘第四盘甚至一度都已经昏昏欲睡了 结果第三盘后半段一下子嗨起来了 那狼人是被绊掉 龙骑先知狼人对这个阵容前面是让Navi吃亏过 所以这次是依旧不放 看样子Navi目前也没有想到特别好的应对 所以先绊掉 那么那边老干爹是把这个猛马绊了 那么这边猛马跟小飞机是常见的一个搭档组合的一个 搭档组合的一个这个选人 这边坐的时间长 气稍微有点喘不过来 刚说到这个猛马跟飞机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搭档组合 把猛马绊掉 那么老干爹 这个阵容已经融进了两个比较强劲的一个推进点 那后面的话应该是补充这个控制 补充稳定的控制和AOE 那么就看他们怎么拿 核心点的话龙骑加先知 我觉得是不够 我觉得老干爹还会再拿一个核心点 Navi是把这个劳碌办掉 陈放出来吗 陈放出来给自己用吗 他们我不知道这个现在是不是稍微有点虚了 因为在一个队伍打比赛的时候 你先硬两盘 在连续被对面又扳回两盘的时候 这个事情上是特别特别受影响 所以我不知道Navi是不是会怀疑自己的陈 其实他们的陈在前几盘发挥都还不错 都还不错 那么 第三首英雄 因为最后一场比赛 BP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死灵龙加小飞机 目前兼顾到的就是一个中前期的一个爆发PK能力 那我们之前说非常重要的打架能力 并且Navi也非常重视的这个打架能力 推进能力 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有拿 拿了一个杀王 控制爆发 完全是控制爆发 这个怎么感觉跟老干爹反过来了 老干爹之前是喜欢这样子控制爆发 然后Navi是喜欢这个推进 那这样子怎么完全反过来了 两个队的BP 在最关键的时候 那我个人的这个 我比较支持的这个 这种类型还是这个推进 以推进为核心 然后展开的这个 以推进这个词为关键核心 然后展开的这个阵容BP 我觉得是在当前版本中 更吃得开的一个状态 那么刚才那盘 Navi的这个思路是 这个边路的这个推进 然后牵制推进 那也不算正面推进 牵制边路带球 来这个抵挡 刚才这个老干爹的正面推进 他们后面拖了很久很久 那这样子的话 看一下Navi Navi怎么这边还给我感觉 不是他们的风格 小飞机沙王 小飞机还好 沙王跟死鸣龙 真的不太是他们的风格 那真的不拿成吗 那这个 老干爹的这个正面推进的 问题怎么解决 有小数人 有一个龙旗 想通过 我天哪 Navi这边要打得暴力一点 完全是放弃了推进 前四手全都是爆发 技能爆发非常强 不知道这个Navi 是不是上头了 还是要干嘛 前四手的技能爆发非常强 老干爹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能应对一下爆发特别强的这种英雄 那这样子的话 成的话 是很不错的选择 要不要拿 如果拿了的话 还可以 还可以 AOE也足 控制也够 但是是拿了一个地穴 来对付这个 来针对一下女王 补充了一下 补充了一下控制 真的没有人拿 这个Navi这边真的是完全放弃推进了吗 让我有点好奇 老干爹这边的话 还少一个优势路可以放的大合 那先知如果放到优势路发育 那这边也还少一个钢三 但我觉得这个先知应该还是放到 类势路发育 两个将有保一个优势路大哥 这个比较稳的 比较纠结的这种局的时候 比较关键的这种局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还会求稳多一点 让先知烈士路 优势路再拿一个绝对盒 那上一次是用狼人搭配 先知龙骑的推进 这次 用什么英雄呢 办了一个剑圣 这边Navi Navi自己都有在警惕 警惕对面的一个推进点 但是他自己这盘完全放弃推进点 让我真的很诧异 中路女王 优势路给飞机 那烈士路给谁 前四手爆发很强 但是很脆 前四手爆发很强 但是自己的这个阵容很脆 这是他们的一个问题 看一下老跟爹最后一手 烈士路黑贤办了 风行者要不要办 如果简单的是控制爆发 我觉得办风行者 是一个比较稳妥的一个思路 因为目前为止 Navi给我们展现出了这个 意图就是控制跟爆发 那么风行者是一个 可以混略士路 又能照顾到这两点的一个英雄 看一下老跟爹这边怎么想 那假如这边我们这个BP思路 按Navi的这个BP思路下去的话 我觉得他会拿一个风行 烈士路 那反过来要看一下老跟爹 老跟爹这边的主力 爆发可能还有点缺 却办了个骨弓 前面有点 有点虚骨弓了 Navi看一下 他们这边最后一手 真的要放弃推进吗 这个实际上好用的推进 先知龙其实在对面 几方已经有了两个酱油 估计也拿不到成了 沙王跟维萨吉 能去烈士路混一混 又是能兼顾自己阵容 控制爆发的理念 我现在能想到的 真的可能就是 就是这个风行多了 那其他的替代的话 可能冰魂 可能冰魂的话 我会觉得稍微好点 那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 Navi要怎么搞 他们这个队伍的BP 相对中国队人而言 思路还是比较 思路还是就宽一点的 那最后一手一个 这边最后一手 也可以拿到一个优势路 去solo的一个核心点 也是可以的 因为小飞机跟沙王 跟死玲珑 那边可以去主动去钢一下龙 钢一下这个尔干爹的优势路 拿了个赏金 那么前面四手爆发很强 打架能力强 那最后一手 补一个赏金 那么Navi这盘的思路 就是要在打架中建立优势 我觉得中期 他们会有比较多的一个进攻 比较这个 比较这个 激进的一个 激进的一个阵容 这盘 这盘 我觉得我感觉 Navi好像是 感觉是在一个上头状态下 拿的一个阵容 那么 老干爹最后一手 还是求我拿一个Luna 这手没什么问题 Luna的话 觉得可能Navi这边 拿来用也可以 但是他这边 最后一手 选了一个赏金 那 这盘 老干爹的节奏 是 这个 这个之前 我们说 就是有点像Navi在用的 那个阵容 以龙骑六级为合金 然后先知辅助推进 然后这个 Luna的这个爆发 辅助这个龙骑 来保证证明的一个推进 推进的一个安全系数 最后一盘比赛 两边都是比较的友好 打完招呼 那么 这边 老干爹的关键词 是推进 而这个 Navi的关键词 关键词 我觉得是干客跟团P food time 吃饭时间 两边好像有点饿了 这说的我也有点饿 那分路的话 赏金 如果放到烈士路 要被针对啊 如果放到烈士路 一个地学 一个 拉比克赏金 很难挂机 吃到经验 那 要不要把这个赏金 放到优势路试一下 我觉得 如果你这盘这么强调 中期 一个赏金的参团能力 那你应该把赏金 放到一个优势路 对先知 然后中路放女王 然后小飞机过来 刚 但我不知道 这个Navi这边 现在是怎么想的 好像是这么一个思路 是这样的思路吗 赏金果然去优势路了 这里我们看一下 分人 丹地女王 中路 范尼克的这个赏金 优势路 优势路丹妈 过来看一下肉杉 然后 酱油 帕皮的沙王 Corky的死零龙 加上 Ost的飞机 是来 刚 刚 刚Luna Luna这边带的这个 Luna是塞拉 Luna的使用者是塞拉 然后地学的使用者 是DDC 隐身封一个爷 然后弟弟的使用者 是 拉比克的使用者 是弟弟 这样子 地学拉比克 加Luna 打死零龙 沙王飞机 55开 感觉是偏55开 看先后手 要看哪边的先后手 打 打得好 一个真眼 直接插在里面 封一下野怪 中路的话 女王打龙旗 压制龙旗 补刀应该是没什么疑问 就是压多少的一个问题 并且我们等会儿注意一下 丹地会不会把这个中路的 这个独标加到两级 下面有一个什么情况 黑 呃 赏金打先知 有穷鬼 我觉得 赏金压力应该不会太大 赏金压力应该不会太大 上面酱油 酱油树林里的真眼 然后假眼 把这个 封野的视野给他反掉了 那这样子后面 三十秒再过十秒 就可以拉野了 写下葡萄表 这盘我感觉要 经历比较高度的集中 这盘一定不能漏一血 瑶现在 两个正步 这上面感觉随时要打起来 这个 两边走位很多 趴屁的走位非常靠前 好像 好像是在勾引这个老跟爹 三人组动手一样 中路 摇的补刀是三刀 那内的补刀是八正 八正七反 哎呦压尿了 后面 这个宝宝是 这边 这个信使是挂在后面 那赏金四正四反 四正一反 赏金的补刀也在压 那么两条solo路 目前全是 Navi占优 三人路 好像也是Navi占优 因为这边 只要离开一个 酱油球拉野 线上就无法补刀 那如果说 一开局三条线 全让Navi占优势 我觉得中期 这个比赛会比较难打 之前的这个 Navi拿到什么 这个龙骑加 这个法系爆发的时候 他们是有一个野区英雄的 但是这里没有野区英雄 所以 这个野区的经济 酱油的经济 是没有 没有占到太多便宜 然后两条solo路 赏金押先知的补刀 赏金押先知 女王押龙旗 上面三我们看一下 小飞机13正 Luna10正 小飞机也是押Luna 这样子持续发泄下去 对老干爹说 这个开局有点难接受 女王这边要单杀龙旗 这边要单杀龙旗吗 我又没有闭上去 女王是 果然是两级独标 他们如果是两级后 这直接就贴脸了 这个被这个独标弄了以后 现在不太敢 不太敢 和平都是要受到一个蛮大的限制 这边我们看到中路 非常针对这个solo 最近的女王 如果要准备好了 这个长期中路战线solo 那么她会把这个独标 对这个等级优先加上去 来恶心对线的英雄 可能一些远程英雄 都受不太了 更不要讲这个近战的龙旗 再B上去 给标A一下 这半条血直接没了 赏金现在消耗品有点被耗下来了 但是赏金九正八反 先知九正一反 先知正不有追上 但是反补被赏金压制 这血量有点残了 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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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血量真敢玩 中间 摇的状态也不太好 不太敢上去不到了 已经 这边最头疼的事情就是 这个女王她也不A你 她也不上你 跟你拼 她就把你血量控制 在这个三分 三分之二左右 先知 喜悦圣殿 一血到现在都没有爆发 我们看到酱油只要去拉野 线上大哥就不太敢不当 丹丽是小 直接是做了一个小魔杖 这是 你喷得开心 我吸得开心 这风格有点像女王 我说的是吸能量 听起来感觉还是怪怪的 你就是配不上她 你就是配不上她 好的我们看到 这边打着打着的话 先知是利用小树人的消耗 在补给上面 这个走位有点靠前 这边走位有点靠前 可儿可以刚才吓唬人呢 真的是在吓唬人 这边先知是利用 这个小树人的一个消耗能力 是控制住了赏金的一个血量 不过赏金有穷鬼队 比较耐打 两边看一下谁先运补给 下面的话 赏金是先运屏了 赏金先运屏 三人组打得比较小心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刚三的话 你三人路打的是否成功 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你这场比赛 这个中前期的一个大的走势 看一下酱油 三级半 三级半 这边 两级半对三级半 等级是落后的 中路女王 继继续压制 摇的这个血量 赏金这边 瓶子磕满了以后 先知 先知也是回家补一下 先知也是 做一个 吃术 这边是带个吃术 来应对一个赏金的消耗 看一下中路的不到 29正 26反 我天哪 摇这边 14正 我天 这不刀压得 有点惨 这个真的是没办法 对女王 尤其是对 对这种顶级solo的一个 一个女王 哎 这边 摇被标记了 看一下女王怎么说 丹地这边的位置 感觉是想杀的 摇这边有点危险 给一个中刀 女王闭上去 吼了一下 但是被控住 丹地能不能反杀 能不能反杀 丹地磕了个小魔棒 摇的话 摇的话 这边是 哎呀 杀王过来一个穿刺 换到了女王 龙骑死前换到女王 还好 还好龙骑是先杀到的 这个人头 我再看一下 是龙骑先杀到的 这个女王 哎呦 还好啊 反正这边 这个杀王不知道 从哪里猫过来的 一个穿刺 是补到了这个龙骑 龙骑是被 也是被女王堵死的 两个人兑换 女王有受到这个人头 赏金 赏金绕了一圈 找这个 先知这个下面 塔背号的挺残 这样子的话 先知自己也有点悬 有一张TP 毒球粘住了 还有个标 可以 标可以断下 哎呦 女王一个大波 直接带走了 先知 小巴在下面 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 也要对女王有压力 但是对一个杀王的话 应该可以轻松赶走他 好的 上面少人 酱油被抬起来 接一个穿刺 Corky这边要浇血 死前扔个技能 那么我们看到 老干爹是看到你 这个女王 然后你中路有人 这女王又在下路 那这个我 我这边上路 绝对是要打开局面的 先知 传送后面 先知传送塔后 要强杀这个小飞机吗 要强杀 但是沙王也过来 小巴这个位置 怎么说 沙王过来穿刺 穿起来三个 三叉 塔的话 要把弟弟点死了 塔的话还会撕血 把弟弟点死 先知拍出一个大招 沙王的话 也是被这个被反地穴 反刺一下 OZ往前追 有赏金的标记 这个弹幕的话 先是帮助他 眩晕一个 转身给到月光 减速 死灵飞龙的减速 撒了一个粉 赏金中刀砍在 弟弟姿心上 灵魂超度拍上 弟弟姿快死了 弟弟姿已死 这边青龙过来救场 好的 留了一个飞机 做了兑换 但是这边是一换二 先知也倒 因为有赏金在 人头兑换是吃亏的 对等的人头兑换 都是吃亏 更不要说 这个是一换 一换二 你只是杀到一个小飞机 交出自己的是一个 一个先知 再加上一个这个地穴 那么这边 5比4的一个人头 经济纳尾又是开始领先了 小飞机杀王全来上面 然后有一个先 有个赏金又超后 上面这些人有点危险 上面这些人有点危险 赶紧再跑 但是正面的话 死灵飞龙没有减速 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 真眼 那么赏金刚刚拉了一下仇恨 他应该是知道这个位置有真眼 我们看到纳尾上面 五个人集结上来 这波是要强打 地穴 地穴 A下 又是给标记 这边感觉纳尾是可以强打的 又是 甩技能在消耗所有人的状态 被标记住 有点虚 先知没有过来 先知没有过来 正面非常虚 不过 以借着这个塔 这么多的控制的话 塔下应该是对面不敢乱冲 这Luna Luna这个血量 这几级的毒标 我去 两级毒标真头痛啊 女王更新出甲腿 沙王鞋小魔棒 小飞机鞋 力量之斧 已经好了 神魔之斧 Luna那边 只有一个甲腿 这样子 Navi上面集结了一波 也没有打起来就撤了 不过这边 老干爹上面是集结了很多人 三打四 小飞机 还干上去补刀吗 这个位置感觉可以动手了 来了来了 这边弟弟也看一下怎么说 后排的这个酱油 要留一个 好的 那这边交一个死灵飞龙 应该没什么 没什么可以说的 但是又空了一个小飞机 这里地穴又是 又是眩晕了他一下 Luna给月光 杀王这个用命救大哥 这两个酱油用命救大哥 那么大哥直接跑了 上面 这边杀完人以后 马上转一波push 这就是这个 先知龙骑的阵容的 一个优势的地方 好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 这边上面杀到两个酱油 加一个人头 对老干爹来说 节奏又是稳住了 那么反观 Navi Navi这个女王在中间 你人走了以后 她耗塔也是比较慢 虽然有AOE 但是她 她自己本身对她 无法造成一个什么 是实质性的威胁 现在Navi想把局面打开 还是要依赖 这个赏金的标记参团 但赏金现在 又不能刚正面 所以感觉 Navi想把这个局势 hold住 还是需要更多的干干 我去 当地挂机等先知 我去 这边好像是想挂机等先知 先知不知道藏在哪里 但来了来了 哎呦 还好是来得慢一点 哎呦 还好是慢一点 这早点来这个 这女王要单杀 这个先知了呀 这边的血量 720可以单杀掉 比赛现在达到一个11分钟 经济又被老根捏拉回来 我们看到一波 一波人头加上一个塔的话 这个经济瞬间就被扯回去 切一下财产总和 财产总和 我们看到 只有第二名是赛拉 但是134都是Navi成员 不过好在这次经济差并不大 龙骑 夹腿一个 大魔棒 死灵龙有6了 视野我们看到 上河道 拘乎对称的位置 中间动手了 龙骑 哎呦 就高爆 爆发太高了 就赶紧切回来 发现龙骑直接是被秒掉 我切了一下视野 发现下面黄顶动了一下 切回去马上就死了 哎呀 真是惨 然后赏金又是往这边 也去猫 完了 小八这边也走不掉 被标记 被减速 哎呦 这两个人头太伤了 我们刚说这个Navi是需要干坑 没想到他们马上就干坑到两个人头 中间的这个针眼是显得有点来 闪闪来迟 看到这个经济 两个人头直接是一千回去了 这个有赏金在这个一个人头的这个 人头的这个战损 经济 经济差真的是受不了 真的太受不了 小飞机在发我们自己得BKB 女王也是BKB 小龙把服A掉 下面的话有个沙王 沙王在补一下经济 先知的话刚刚掏出一个点金 补发育 Luna我们看看 Luna夹腿以后 圣殿 力量护换再加上神魔之斧 赏金那边有一个战鼓好了 赏金这边两杀零死三助攻 这边赏金的节奏还不错 这里优势录 赏金自己的一个作用价值也是体现出来了 先知现在发育感觉有点受限 这个真的是担心这个赏金时不时过来猫他 然后少数人是派出去打野 自己缩起来 这个有一个赏金在这个无形的威胁真的大 就有点像上盘的小骷髅 赏金一直不在线的时候 这些比较自保能力比较弱的英雄 直接撒粉 越光穿刺 没有穿上 但是先知过来了 战鼓跑 捆一下 没有吃树 那么这边发尼克要死 好的 发尼克 没有带吃树的这个东西 中间纳米看看能不能打 中间变 变这个黄龙 但是被二连坐 直接是空了一下 这个死灵飞龙 死灵飞龙被喷残 那么这里给了一个穿刺 沙王穿下来以后直接咬打招 死灵飞龙还有一丝血 死了 但是沙王这个输出也很大 小龙在追这边的这个主力 塞拉塞拉又是被女王吼一下 还有一丝血 塞拉能走吗 再来一个穿刺 又是死了 这边有标记 这边有标记 赏金在吗 赏金在哪里 又是一个大波 先知也倒 老干爹四人团灭 还有个酱油 酱油的位置也不太安全 还好女王没拦 还好女王没拦 这边为什么有标记 奇怪 刚刚是不是难道上路是 我刚刚看到这个标记的一个加速效果 难道是上路的这个赏金死前标记谁了吗 看一下团队经济 我天哪 一千直接蹦三千 四个人头 两个人头 平均一个人头能给这个 Navi带来500的这个经济收益 经济收益 我怎么成复读机了 不好意思 刚才开启了一个复读模式 不小心按了一下复读键 不是我说了两遍 是你们不小心按到了复读键 那么这边 Ost我们看一下 他的这个黑黄 马上就好 有点难搞 地穴过来抓他一下 先知 地穴配合先知 抓他是有机会的 直接TP吗 我天 这个防干可以是 盲穿有没有 盲 我先喝口水 这个刚才这个钻技术 李李是没有视野 所以没有选择盲穿 这个盲穿穿住 防御塔正受到攻击 应该是能击杀 这个小飞机 哎呀 刚刚 刚刚突然 晚上晚上没想到打5场 这嗓子稍微有一点那个什么 这场比赛 总体局势还是比较焦灼的 现在我觉得老干爹 特别需要的是推塔节奏 他们不能进入 Navi的这个干客节奏 好的 中路集结起来 露娜也跟着抱团 打正面 现在是老干爹 这个比较明智的一个选择 女王也赶过来 沙王在侧翼 正面的话 有个赏金在轮番标记 虚 老干爹正面 现在有点虚啊 这样子的话 正面虚 反倒是对面小飞机在拆你的外塔 看一下怎么说 诶 赏金标记了一个 先知女王逼过来 直接吼死 哎呀 偷了一个什么技能 偷了一个标 赏金又标记了 以后青龙上来 直接是控制住赏金 赏金这个没有人输出他 一口火 一个电 赏金还有一丝血 露娜一道月光 拍死了 这个赏金走坡上 无视野走坡上 有点 有点这个太拖 有点太拖了 好像是感觉 想跟队友从侧翼配合 但是自己没想到 在坡上就被控制住了 但是现在 老干爹 好不容易杀掉一个人 也无法对 Navi的外塔形成威胁 这样子的话 这个推进阵容的意图 就达不到 他们一个推进意图啊 Navi这个阵容 有三个核心点 小飞机一直是 这个稳步发育的 他的黑黄掏出来 自己都偷偷发育 这个又是攒了一个800块 然后女王的发育 也没有断过 他自己厮杀一次五助攻 BKB也好了 那LUNA的BKB 还差一些钱 我天 还不止差一些钱 还差一个图纸 完整的一个图纸钱 赏金那边 这个虽然没有什么大件 但是初期装都够 向未平 大魔杖 战鼓再加上一个毒球 死灵飞龙 没肯差一个图纸 沙王也是不知不觉 存一千在身上 感觉老根爹这盘 压力又大 他们这盘感觉是正面打不过 这个正面爆发太高了 正面爆发太高 他们实际上控制 控制的话并不多 Navi这个阵容控制并不多 就是一个沙王 但他们这个阵容 追击起来很强 现在老根爹感觉 这样子打下去 又要是陷入 跟之前一样的 一个恶性循环 就经济被拉开 他们这盘也没有像炼金那样 可以在中后期 把经济快速刷回来的英雄 先知 先知虽然是这样的英雄 但是先知 他这盘的发挥 是受限于一个赏金的存在 所以他自己刷经济 是非常小心的刷 不敢 不敢刷到太四五几蛋 所以他 他的这个 之前的这个中后期的 刷经济能力 在这一盘里面 是要大打折扣 所以这样子 老根爹就这样子拖下去 不尝试 主动开悟进攻的话 这个差距会越拉越大 罗娜1800 龙骑是没有太关注 龙骑 龙骑装备也不太好啊 也只有一个石墨之斧 BKB还差很多钱 大概要在二十多分钟 才能做出来 但对面的现在主力 已经都有黑黄了 对面两个主力 对面是谁 对面两个主力 女王小飞机都有黑黄 他们现在是 可以随时找条一条好线 就开悟主动进攻 老根爹 我们看到现在 正面打不过的话 就所有人打的就比较缩 稍微为赏金标记一下 就必须回塔下 这些人我们看到 这个时间点 四个人是无经济收益的 然后就只有一个先知 可以收到钱 但是 Navi现在把下面 这个兵线带过去 要威胁老干爹的外塔 行飞龙也赶过来 这个外塔防守起来 噓啊 没有BKB 这个对面高爆发 Luna也不敢站上来 不要说Luna 龙骑什么的 也不敢站上来 我们呢 这真的是难弄啊 只能是轻小兵 只能轻小兵 因为没黑黄 所以完全不敢站上来 那外塔只能是看着对面打 并且时刻要警惕杀王 杀王的这个先手 哎呦 这比赛真的是打得 打得憋屈 一个导弹 两个人被标记 塔的话也被补掉 上面先知的推进 仅仅是将TP就能化解掉 并且现在对塔 没有形成质的威胁 看看小飞机是不是回去 小飞机先清掉小兵 那么上塔 有人回去了 哎这边耗了半血 好沙王 现在我们看到 Navi要把经济让给酱油 沙王要做一个跳 沙王跳刀还差 两百块 沙王跳快好了 那这样子的话Navi 有了沙王的跳 他们这边就能打一个 特别主动的一个先手 之前沙王还受限于一个 受限于一个对面的反空技能多 不敢随便乱插 那他有了跳以后 他们这边这个Navi的先手就更强了 这边真的是替老干爹捏一把汗 小飞机2300 赏金应该是做黑黄 然后 这边 大爷好像没拉起来 这段时间两边进入对发域 对发域的话 老干爹视野在对面野区有一个视野 这个视野的话 还算高效 看到了蛮多人的走位 河道刚刚有视野 但是时间刚刚到 然后Navi地图上是漆黑 这边是一个打干 打干渴的阵容 不应该出现的一个状态 地图上完全漆黑 肉扇处是有真假眼的 还以为是要猛走肉扇处 这个是有点胆大 那我们说打路人的时候 可以随一点 打CW这种低波走高波的事情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好的 赶紧过来插好视野 可以看看能不能反到这个 能不能反到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反不到了 好像反不到了 好 又在这个远古处做了一个真言 封这个远古 诶 这边有一个拉比克 拉比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过来以后被逮住 而且有标记 我们看一下 拉比克好像标记了一个赏金 但是这个死了以后 人头钱又是拉开 我听见 这个四五个人在旁边 全是分到这个钱 哎呀 沙王现在带着跳 看一下这波Navi的进攻 老干爹 我天哪 两个主力还没有黑黄 这样子的话 非常非常害怕沙王 沙王应该想绕个圈 到树林后面找先手 因为这个塔的这个保护的 这个区域还是蛮大 看怎么说 这个防御塔两边对消耗 但是老干爹应该是不敢防守的 只能是靠先知拖 先知上塔拖掉 一张TP 那四个队友撤 上面是谁 上面是赏金 先知没坑以后 点击没坑以后1000块 哦 塔的话被小数人A到了吗 被小数人A到了 这边是 刚才这个位置 老干爹的视野 应该是看到对面两个 对面酱油来插的这两个眼 因为 哎 前面又被标记了 应该是看到了 应该是赶紧过来反一下 因为他之前 他这个假眼看到 这个对面酱油身上的眼 只要数一数 然后看他的位置 就能知道 他这个到底有没有在附近做视野 那么 现在比赛 又是进入到老干爹 比较被动的一个状态 先知做一个假腿 地穴掏了一个骨灰出来 拉比克那边 密法鞋 没有什么撑肉的道具 这是现在老干爹 非常头痛的一个地方 团队的话 就一个美肯 其他的酱油非常单薄 一旦这个美肯回不上 阵型被分割开 每个人都有特别强的一个击杀能力 小八要了个暂停 不知道什么情况 飞机那边更新阴哥弓 阴哥弓要做蝴蝶 那这样子 这个Navi的这个阵容 Navi阵容的爆发点 渐渐的由这个 法系爆发 往这个物理爆发转 但是实际上 还是需要比较长一段时间 因为小飞机要成型 还是需要比较长一段时间 到目前为止 他们这个主力输出 还是这些法系技能 然后老干爹这个阵容里 又没人能做一个笛子 两个大哥 又是都优先考虑黑黄 只有一个美肯 真的是 遭不住啊 遭不住啊 团队经济 在7500的时候 稍微有一点波动 没有继续拉开 沙王 现在有了跳舞 无欲无求 赏金 石魔之斧 赏金开始是 在野区转 能赌到先知吗 先知走了 下面继续带 这边我们看到 赏金这盘一直有在盯这个先知 其实这两个先知 这个赏金对位 假如你这个玩赏金 对面有先知的时候 这个赏金也会特别的留意 那个先知的一个位置 好的 现在我们看到 Navi在侵占这里 老更迭的野区 野区已经被对面点上视野 我们看到 Navi现在这个视野做的非常多 那么刚刚我们说 他们视野不够 现在立刻是把视野 全部都给补起来 并且这个塔的血量 分分钟的事情 看一下 这个赛拉赛拉 现在走位也是非常猥琐 赛拉的话 黑黄以后700块 三个酱油开户走 但是三个酱油走 开户是被这个下河道视野看到 下河道看到了 下面这边小飞机会不会卖萌一击 这边绝对是看到了 怎么说 没反应 这边什么情况 这边什么情况 这被秒掉了 小飞机后一丝血被秒了 正面能不能打起来 正面没打起来 这 这 这什么眼睛 这 队友也应该肯定提醒他 这么明显 三个大红点 从这个位置走过来 赏金给了个标记 那这几个人全走了 那这个大哥白死 哎呀 这个 这个 这个主席是什么操作 哎 截到了一个 截到了一个弟弟 没有偷到这个 Blink他们自己也是做交换 那这个交换还算是值得的 这 他刚刚过来是想卖 还是想干嘛 BKB 他也没开BKB啊 我估计他可能没有预计到 这个速度这么快 我估计他是知道在附近想 想是想 这个被A出来以后 在BKB反打 但是被A出来以后 好像是后面穿刺跟这个 台的接的速度比较快 超出了他这个反应速度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看绝对是看到了 这么大一个 这么大三个 这个亮闪闪的 这个红点从河道过来 他自己这边是有真假眼的 好的 Luna是把这个二塔反补 团队经济 7500 在7500维持住 没有继续拉开 那么 比赛往后打 龙骑Luna 加上先知打这个赏金 女王跟飞机还真难说 哎 他点了个导弹 女王还在往塔下追 直接甩大招了 要强杀 有TP 交BKB 强打 女王也交BKB 强杀这边 姚姚直接是被飞机满血A死 Luna也是满血下来 小金又给了标记 我们看到 对面两个大哥用了两个黑黄 击杀龙骑 龙骑过去黑黄节奏被断 死前买了一个命锤 小巴下面在带 下面的话 也是一个极限球 这盘比赛又是要拖入一个 比较 胶着的一个境地 来自天空的感谢 弟弟那边也是 酱油这边更新不出 什么新的道具了 就这个地穴有一个护腕 龙骑刚刚被击杀 Luna BKB以后 现在这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 是老跟爹不敢出来打钱 不敢出来打钱 只能收一些特别 特别猥琐 特别保守的线 这样子这个经济要渐渐的拉开 Luna现在经济 仅仅排到一个第四名 第一第二是完全对面的核心 对面现在就赏金发育比较差 小飞机这种核起来 还是比较刚的 不是比较刚 就爆发比较强 那么拖后期的话 还真未必能占到下便宜 女王的羊刀 2700加800 3500 差五六百块 先知的羊刀 没有存货 先知羊刀还差几千块 差的有点多 但是地穴 然后隐身的一个弟弟也猫过来 这边的话 单地 单地怎么说 被抬起来 后面A一下 揭穿刺 能开BKB走吗 输出有点不够 好像可以开BKB 开出以后往树林里跳 强行TP掉 哎呀 这个差一点点 输出就差一点点 先知大呢 先知大用过了 咦 先知大没打上 先知大打上这个女王死了呀 我去走开 这边突然有一只大蚊子 我靠 这个我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我这个 我抹一下花露水 不好意思 这边 有蚊子看我不能动 现在各种嚣张 往下面传走了 好的 这边赶紧换回来 导播切的还挺流畅的 其实真的 这个 导播的切 切尸角能力特别强 我不知道他这个导播 内置系统 用什么东西判定 一有团匹 一有快有人头的地方 他马上就会自动切过去 好像是这个 伤害判定 好像是伤害判定 现在 先知羊还差些 女王的羊 哎呦 刚才上路没杀到女王 真的伤啊 哎呦 女王羊到好了 本来上面 如果那边能杀到的话 女王的羊刀会被断 至少一个两三分钟 至少断三分钟 现在女王带羊 这边 Navi好像一副 想打的样子 我觉得老格尼这段时间 可以用先知 牵制住Navi 不过 先知 牵制起来 自己也比较缩 真的比较缩 小飞机的蝴蝶 差一个 闪避护福 两边酱油 日子都不太好过 这里有个梅肯 杀王跳 这又进入到对刷局 一定要说 做什么才能赢这个比赛的话 这好像不是 做什么能赢的问题 而是能做什么的问题 经济真的不太够 龙奇我们看到 现在只有六七千经济 就一个黑黄 打三十分钟 就一个黑黄 然后输出特别有限 输出特别有限 然后经济比较多的先知 先知现在打这个正面输出 还没成型 先知现在能做的更多事情 只能是牵制 他正面输出还不成型 然后正面输出稍微高一点的 LUNA的话 黑黄加夜叉 但是自己是一千血 所以这段时间 感觉老干爹 现在比较弱势 中塔被先知带掉 看看Navi能在这个老干爹 最弱的这个期间 能不能占一些便宜 闪金是不是更新什么东西 闪金就一个名锤 下路防御塔的话 不太敢不太敢来 看不到人吗 闪金看不到人 怪不得没给标记 先知藏道树林 给标记了 好像是拥兽给了个视野 然后给上了这个标记 蝴蝶小飞机 侧翼是有沙王 老干爹这边还是比较忌惮 这个跳到沙王 所以这个外台只能放 尽量让先知拖一点时间 现在 现在所有人都在拖时间给先知 但我个人觉得 先知在这个30至50分钟 这段时间内 想成型的话 还是比较困难 因为首先他自己这盘刷的比较缩 比较害怕这个 害怕这个什么 赏金沙王啊 流坦 然后 他哪怕就是 你再给他刷这个 刷出一两个大剑 他这个输出还是不胜够 因为他这个接下来 扬刀 你最多扬刀 扬刀一个 你要打正面还需要一个BKB 这些都没有什么增加正面输出道具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继续刷下去 对于老干爹来说 未必是好事 因为他们这边 占了很多经济的人 但却不能提供很多输出 他们只能做牵制 我觉得可能 不太好 这样可能不太好 开拨五 看一下老干爹这边进攻 Navi后背好像没有防守 Navi的侧翼好像没有防守 小飞机这边要被先走了 直接穿刺起来 沙王看一下怎么说 抬起来这边加一口血 小飞机还是被秒掉了 买活 小死灵飞龙也是被击杀 好的 老干爹这波开悟是 杀到两个人 沙王这边一个跳大 穿到两人 DTC还有一丝血 DTC被收割 那么 还有吗 这边是偷了一个 偷了一个用兽 拉比克偷了一个用兽 这两个用兽跑掉了吗 跳上去 这边居然能跑 穿刺没穿到 这两个用兽比较重要 关键时刻 这个一人1.5秒的 这个小范围 眩晕的AOE 这个用兽留下来 说不定 说不定会创造点奇迹 哎呦哎呦 我去 用兽干用兽 这给活路啊 自己坐了下地板 那这样子 凶多吉少了 现在我们看到 NAVI三人打肉杉 这些人打肉杉 能力有点弱 小飞机又没有吸血 打肉杉能力比较弱 用兽还是被干掉了 现在我们发现 NAVI好像想打 但是发现自己 打肉杉的能力太弱了 看一下现在什么技能 还是用兽 身上还有 Luna在等这个分身前 哎呦 这波杀王受的爽 我去 这波受的爽 杀王做什么 先知的羊总算好了 刚才这波开物进攻 是抓到小飞机 真的是赚 NAVI也是稍微露出了 一个破绽 经济在 经济在7500这段时间 维持了很久 我们看到 虽然有先知 但是先知并没有 把经济拉回去 是让这个经济 没有继续拉开 这么一个状态 女王 扬到以后又是1700 Luna感觉 打前空间 真的挺受限 那龙奇就更不要说了 龙奇黑黄以后 1300块 再这样子搞下去 龙奇要被逼到 做认假的份上了 比赛打到33分钟 这盘决胜局两边 打的相对都是 有些缩 没有太多的这个冒进的 这个冒进之举 然后跟那些 几方高破的事 也是抓到这几个人的位置 好 视野被反 现在 这边地学出来想留人 上面也在留人 女王想留一个 留一个先知 两边的杨道全用过 一个大波 杀王接一个穿刺 小八又被留住了 哎呀 小八上面出事 诶上面不是看到杀王了吗 怎么后面又是被留住了 标记住一个 黑黄的赏金 好在赏金这个点位 它的输出还不是很够 好在赏金这边 也是仅仅只有一个黑黄而已 两千八 我的天 小飞机那边 要做一个吸血 小飞机那边要转支配 转撒弹 小飞机现在 刚正面能力的话 也是稍显得有点薄弱 他一旦被先手 自己不要提什么 刚正面的事情 非常非常危险 一千三的血量 现在带了吸血 要强大肉杉 Navi想扩大优势 但是这个肉杉 我觉得老干爹 应该是不太会轻松给 这个肉杉 应该是可以站一站的 但是好像不知道吗 应该是知道的 应该是知道 不敢来打 那么这样子的话 肉杉要落入Navi手中 这个肉杉盾小飞机拿后 这个虚啊 现在各种虚 怎么说呢 这个比赛我觉得 拖到 50分钟之前 都还是Navi优势 但是如果能熬过 50分钟 没有太大劣势 那么先知的作用 就会压制 压制这几个人 先知就是又有输出 又能牵制 那个阶段的话 老干爹会回到优势 但是还要很久 我们看到一轮AOE 就把他打残 所以现在比较难上高地 Navi现在也比较头疼 他们现在 就短时间内上不了高地 他们这个阵容 没什么上高地能力 没有什么什么 龙骑在下面 磨塔 这个逐利的这个 小飞机又很脆 我把风扇关一下 那么这个比赛 真的要拖得比较久 那我还是那句话 50分钟之前 Navi都还能优势 很长一段时间 但他们上不了高地 但50分钟之后 我觉得先知 会把他们牵扯的 这个皮鱼奔命 那50分钟之后 先知是有 单杀他们的能力 先知现在目前是羊刀 他等会50分钟之后 什么引刀BKB啊 什么这个什么 大炮金箍棒 这种东西 更新出来的时候 他牵制你的时候 牵制力度就非常强了 你一两个人 一个人回来 你可能就防守不住 下面又是开悟 想抓一下女王 丹地怎么说 丹地怎么说 穿刺穿刺起来 后面的话 我们看到先知的大在哪里 又接一个羊 那丹地这边走不了 好的 这里的话 是丹地在下面带线被击杀 上面的话 老干爹是想换一个塔 换一个二塔 不过这边的话 应该是老干爹速度更快 并且可以逼高地 他们有没有这个想法 哦没有 露娜不在 那这边应该不能逼高地 拖下去的话 拖下去的话 这个露娜也渐渐 偷偷地把这个装备起来了 现在上二塔 老干爹想防守吗 这个有成人在赶过来 是要一个防守的姿态 但是 但是这个赶过来有点迟 拉比克身上怎么一直有 拉比克身上为什么一直有清烟 套装特效吗 是不是套装特效 为什么拉比克身上一直有清烟 三技能的效果吗 失效力场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不知道这个是装备效果 还是技能效果 地球带宝石 哇天哪 这个比赛 好纠结啊 经济有 一直在被Navi拉开 本来在7500 维持了一段时间 但后来是被Navi 刷到了一个12000 丹迪刚刚被 丹迪做了一个滤杖 不是又要做虚灵吧 我看他这个姿态 怎么想做虚灵 这边的话 我们看到Navi的这个 目前来说 主要爆发还都是 都是这个法系输出 所以这个虚灵是成立的 是可以的 那么 Navi也开波 很长时间没有正面PK了 龙奇这里散滑要做 天堂至极 不会吧 这个正面物理输出 并不是很多 诶 这边Navi一帮人 超上去 想截这边两个人 女王给了一个羊 但是输出没有给上 推了一下 沙王好像想 还想打的样子 还想打 这边扑下想截人 沙王一个跳叉 想进BKB 上去切酱油 这边龙奇也顶BKB 小飞机给一个大招 强行留住这边摇 摇的速度很慢 被减速了 这边先制BKB 强行过来点飞机 但是飞机要把龙奇追死了 龙奇被追死 这边在这边 高地上开团 小飞机被穿刺起来 又是沙王一个跳大 这里老干爹 这波有点悬 降游的血量都不太多 再被追击 塞拉也是被击杀掉 我天哪 这波又是一个大招 甩上来 小巴的血量 小巴血量见底了 哎呀 只有一个Luna买活 这波太伤了 这波太伤了 天哪 在这个追到高地上面 是把这个老干爹 打了一个团面 这是从侧翼超上去 追到硬是追到高地上面 把这个所有人打团面 龙奇如果早一点 交BKB 可能不会是 不会这么惨 他前面是一直走 拖了一段时间 但输出到了半血左右 想开BKB上的高地 后来小飞机的 这个召唤飞弹的 减速效果是留住他 一路又被破 想拆两路吗 这样子的话 龙奇跟地穴都快复活了 这里撒旦小飞机 更新了以后 这波没想到 一下子打破了这个僵局 50分钟还没到 这个僵局现在被打破 推上来留一个沙王 是个沙王 应该没有必要 就有沙王穿刺回去 怎么还想救队友 这边又一个穿刺 弟弟穿刺 穿三四个人 好的 但是自己穿完以后 拉比克自己跪了 这边给了一个虚灵 女王给了一个虚灵 但是又把沙王 是做了一个兑换 弟血也死 塞拉还会撕血 我天 这边又是倒了好几个人 我天 本来是对面已经走了 是强行上去留人 结果是自己 又是损失更大 那么中路也要被破 我天 这个冠军是 我天 这个冠军要 哎呀 这个比赛 现在一下子向 Navi那边倾倒 这边僵持了很久 僵持了很久 现在的话 第三路也在受 这边Navi威胁 所有人都在复活 这路的话 应该是不会给 这路应该不会给 小飞机BKB还来 这边BKB强打 强拆了这个建筑 对 这边塞拉 塞拉开分身 只能跑 这边刚不过 少一个吸血 刚不过 女王闭上去 想收割 这边怎么说 灵魂超度 跟小飞镖飞上去 带走了这边的 这个Luna 正面的话 姚也高不住 GG GG了 老干爹就打出了GG 哎 我的天哪 Navi说 分手快乐 赵杰是我的了 我的天 这个 这个 我的天哪 这边 哎呀 这边 这边我不知道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 这 我 好像是在开玩笑的样子 但 这个玩笑好像不太好笑啊 那么 这个杂事不谈 不管怎么说 这场比赛 还是要恭喜一下 Navi 他们 拿到了 艾德威尔的一个总冠军 在BO5的最后一盘 居然是击败了 击败了这个老干爹 那么 只能说是恭喜他们了 希望中国队 在西雅图之前 能够敲响警钟 因为还有时间 还有反思的时间 如果这边是西雅图的话 中国队就欲哭无泪了 那么 怎么说呢 稍微有点失落 不管怎么说 还是要 恭喜一下胜者 感谢Navi 感谢老根爹 给我们带来精彩比赛 也是感谢 一直来收看我视频的观众朋友 谢谢你们的支持 视频都会同步到两个微博 以及这个优酷空间 求关注 求订阅 等会儿的话 要小心一下那个 那个广告 声音非常大 保护一下耳朵 今天晚上 又是一个不眠夜 又是一个 节奏的 节奏点 好吧 就这样吧 我们后面的比赛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